台北接运公司近三年 电价涨幅75% 成本占价了14亿元 并将在11月董事会中讨论因应策略 有议员认为票价应该要遵循使用者付费 但是也有议员担忧调涨票价 将会降低乘客的搭乘意愿 北街总经理黄青信表示 明年市府虽然已经调降租金 但仍然会亏损2.4亿元 会持续的推广副业 避免调涨票价 20元 台北捷运票价目前收费 已达成距离长短 单趟落在20元至50元 但未来票价金额可能会增加 北街总经理黄青信坦言 台北捷运近三年增加14亿元电价成本 及7亿多元人士成本 共增加21亿元成本 但收入却没有增加 以数字来估算 北街一年载运约7.3亿旅客 估算下来等于一人要分担约3元 才能取得收支平衡 物价都一直在涨 所以我觉得蛮合理 不涨也只会继续亏本 因为我用1200 被取消的会不能接受 既然要涨价的话 就希望它留着 北街也不排除减少优惠来替代涨价 北街总经理黄青信表示 明年市府租金减免至43.9亿元 虽已输导北街财务压力 但推估明年人会亏损2.4亿元 11月董事会将针对店家涨幅提出因应策略 包含减少优惠调涨票价的 虽不希望票价调整 但在目前趋势之下只是时间问题 而调整优惠方面 目前尚未定案 是否调整优惠的部分 我们会参考国内其他同业 如陶杰高杰等的做法 如有任何的方案将在董事会讨论 总经理也强调 但只要副业收入提高就能手涨一点 未来搭乘北街 恐怕得做好荷包缩水的心理准备 这将下约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较图 转发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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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